我们真的是好阿们 下了一场大雨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凉爽 其实圣灵的降下也是如此 让人感觉到更新 让人感觉到那种清新 感谢主耶稣 如果你曾经听说过 我很会煮饭 因为很多人说我很会煮饭 其实我不会煮饭 我是煮饭的时候 就祷告主帮助我 所以很好笑上个星期 有一个还没有新煮的 他不是我们 他是进了回教的华人 所以他说 因为有上礼 我就煮一些东西去几个星期前 然后他们说 他们说你煮的东西很好吃 我说是吗 我有秘诀的 我说我煮东西很好吃 是有秘诀的 那什么秘诀呢 教你们 我煮饭的时候 我一定要祷告 所以我每次煮话 我就煮啊 圣灵啊 我就讲放言 我就煮 煮出来是特别好吃的 所以那个华人进回家 他说这个是真的有的 你念念几下 他是说好像念几下 他说你念念几下 就是会特别好吃的 然后我回家 我一直想这句话 就我讲话 不懂会有讲错吗 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信耶稣 有时候也是要念念几下 我们做什么要念念几下 其实我们是心靠主 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出名智慧 帮助我们怎样有效的把这顿饭煮出来 那么如果他们常说我煮的很好吃的话 你没有吃过我煮的 你心里面想是说 你几时煮一顿给我吃 这样我就知道 你煮的是不是真的好吃 所以我感受到 如果我讲圣灵的话 我讲很多给你们听 那你就跟主说 主啊 你的圣灵几时浇灌在我身上 让我真的感受上 能够感受得到 你的圣灵是如此的有power的 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挡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听到很多 也帮助不到你 除非你真的可慕 然后经历到圣灵 那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感动 我觉得如果我按照 这样信业圣经 把这一堆东西这样 分享的话会比较乱 那很感谢主真的是圣灵有帮助 所以我就把这个经文组织一下 有一些的再有一个小题 那你们听到的时候会比较完整 我相信今天早上 今年姐妹还没有看手机 不然她会知道我有帮助 不要紧 因为是最后一段时间的 所以我现在就再来跟你们讲 我所要分享的大题 大题是圣灵的大能 八度 我要从信念来看 圣灵的大能 那我分成小段小段 来跟你们分享的时候 然后我有几个小题 如果你有写讲章的话 你就可以记下来 我所要带出来的是 第一个大点是 耶稣所应许的圣灵 耶稣所应许的圣灵 圣灵的应许 第一个大点 所以上帝应许给我们圣灵 第二个大点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降临了之后 会有一些的特征 让我们看得见 圣灵在出其教会 是如何的应行 如何的工作 然后第三个大点是 圣灵的施洗者 就是耶稣 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明白 圣灵的施洗 是从耶稣来的 有些弟兄姐妹不明白 他就会上个星期 我也是在机场 遇到另外一间教会的人 他说我曾经去过你那边教会几会 那我去了那边也学会了一点圣灵 讲了一些圣灵的话 这个是不能学的 如果是说你听到我们讲方言 被圣灵充满了之后讲的方言 你回去你学 那是你在学 真正的施洗者是圣灵 耶稣基督将圣灵施洗 降临在你的身上 你得到那一股能力 是超自然的 然后那边方言是超自然的 不可以不是说我学你 我会了我会了 这个是你的口音 你再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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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那一股上头来的能力 所以真正的施洗者圣灵是从耶稣来的 当耶稣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都会感受得到超自然的能力 好像你给电锁到这样 你会知道的 然后那个方言 舌头自然会转一股的语言 一种的方言会出来的 这个是圣灵的施洗 从耶稣来的 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 然后另外一个点是圣灵的教官 出其教会的时候 真的圣灵是怎样的教官 在信徒的身上 然后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如何向圣灵 如何求圣灵 如何来求圣灵 所以我们都会得着 所以我们看到 当耶稣应许我们圣灵的时候 是在耶和福音十四章 我们看这段经文 耶和福音十四章 十六到十七节 耶和福音十四章 十六到十七节 我念给你们听 耶和福音十四章 十六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 这个是耶稣的祷告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贵师 其实在信业这边也是有的 只是我把它组织起来 应该是有 耶和福音十四章 十六到十七节 第四章经文 我要求父 父就赐 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贵师 宝贵师在英文是讲 comfort 安慰我们的安慰者 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他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所以耶和福音十四章 十六到十七节 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 主耶稣说他求父 父会赐给你们圣灵 这个圣灵是真理的灵 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相信圣经 圣经所讲的 我们相信 我们接受 所以有些人 人家说 你那个是圣灵还是邪灵 但是当我们去明白 信読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 圣经里面所讲的 是主耶稣向父求 赐给我们的 宝贵是安慰者 来安慰信徒的 所以这个圣灵是真理的灵 真理是不会改变的 好像一家一的你二 好像太阳从东边起 不管你站在哪个角落 太阳就是从东边起 西边落 是真 真是永恒的 真理是不会改变的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所以圣灵是真理的 圣灵就是真理的灵 叫世人 世人不能够接受它 因为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知道 他们也不相信 他们也不要接受 所以这个圣灵 是给信他的人的 所以是真理的灵 然后有一节 在我家的一节 是十八节 十八节说什么呢 我不撇下你们违规 孤儿 我逼到你们这里来 所以上帝说 他不要丢弃我们 孤儿 你看在旧业里面 是耶和华上帝 他都用不同 用先知 用他自己的利法 用先知来跟他的百姓 在一起 一直发议员 一直拆遣 先知跟他们说话 跟他们说话 跟以色列人说话 以色列人一犯罪的时候 先知就要快点来 准备他们 先知就要来警告他们 然后先知也要给他们议员 先知也要给他们知道 上帝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所以在旧业 我们看见 上帝透过先知 跟百姓们说话 那么来到新月 耶稣诞生了 就是道成肉身 神自己变成人 来到人间 但是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到了 他要被 钉十字架 他要走这样子的道路 因为他要 当当 世人的罪 他是为了这个而降世的 所以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之后 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们说 我求父 父要给你们一个保卫师 圣灵 真理的灵 就说有这个 圣灵的时候 你们不会偏差 你们也不会惧怕 你们也不会 没有能力 你们会暖落 当你们暖落的时候 圣灵会来加点给你们能力 所以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 耶稣说 我求父复制给你们 因为圣灵就是 他要常与你们同在 因为我不要撇下你们为孤儿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耶稣在一汉复印 应许的 然后我们再看 26节到27节 26节 但 保卫师 26节 但保卫师 就是复印 我的名 复印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 圣灵 给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所以这个圣灵 真理的灵 是求父来的 要教导我们 所以很多东西 不管是 儿童 青少年 成年人 老年人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不断的在学习 很多东西 我们需要学习的 不管是属灵的 还是属事 还是地上的 你读书 你就是向我煮饭的 都是很多时候 我知道 是圣灵帮助我 是圣灵指教我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圣灵最大的功能是 我们所听过的 圣经的教导 真理 在需要的时候 圣灵会让我们想起来 就好像你每天来 每个星期天你来做礼拜 做了几十年 你的头脑不像 录音机这样全部录起来的 有时候你听了你跑出去你都忘记 刚才在教堂里面听到什么 但是有一句话 圣灵会让你想起来 圣灵会提醒你 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是重点 我常常都是这样 我不能够一分钟没有圣灵的 我的生命就是 完全圣灵掌握的 我去到哪里 跟信主没有信主的人在一起了之后 回来之后 圣灵都会提醒我 有些话里 在我的脑袜里面 出来 然后上帝会给我一线的答案 上帝会引导我进入真理 就好像前几天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讲他的经历给我听 他说 二十年前 二十七年前 我的姐姐就移民澳洲了 二十七年前 然后 现在他们就过得很好的生活 然后前一两年 我的朋友也去澳洲了 他也知道了 然后他回来了之后 他就告诉他的家里 姐姐的儿子 他的女儿 他说我 一定要你们出国 我一定要 你们出国 我会帮助你们 安排你们出国 然后他就骂那个姐姐 他说二十七年前 你懂得移民 二十七年前 你就过去那边 你就享受好的生活 把孩子带过去 你从来没有告诉他们 我才去一两年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有需要 我就知道有必要 我一定要我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你们有机会 去外国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可以做选择 有更好的生活 然后我一定要我的孩子出国 这句话他讲的时候 我在听的时候 我不见得什么 你知道吗 聊天吗 他讲他的经历吗 可是我回去了之后 四五个小时 我们就在那边 讲很多话 但是回去了之后 就是这一句话 圣灵把他带回来 这一句话在我的脑里面 一直转 二十七年前 二十七年前 姐姐去外婆 从来不告诉我们 你知道吗 我师父就刚刚二十七年 所以这一句话 圣灵就告诉我 二十七年前 你信耶稣 到今天 你告诉多少个人 所以我会用这个 去跟我的朋友讲 你的经历 二十七年前 你的姐姐没有告诉你 你觉得很遗憾 很多好处没有得到 现在我的经历 是二十七年前 我信了耶稣 到今天 我师父上帝 二十七年 我能够把我的同学 全部带来信耶稣 如果我不告诉你 你们关于上帝 没有为你们祷告 没有把你们带 来信耶稣 就像你今天的感受 很遗憾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所以这个是很practical的 他自己的经历 可是当属灵方面 圣灵给我智慧的时候 我才会看见 他会怪他的姐姐 移民 二十七年的 有一天我的朋友全部会怪我 你就不是 你去做全世界 你侍奉上帝 二十七年的 你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耶稣的 你没有尽量拉我们去信耶稣的 你也没有尽量把我们带去教会的 很多人有一天 你和我一样 有一天 你的朋友全部会这样怪你 会指责你 你是一个很自私的基督徒 这个是谁教我讲 谁给我看见的 是圣灵 如果圣灵没有跟我看见 我们一个下午 两点半计划到五点 讲了几千几万计划 你哪里知道哪一计划是圣灵要用的 哪一计划是圣灵要引到 进入真理的 所以圣灵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这个是上帝应许 在这个时代 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说我求父 父要给你们 因为圣灵就是保卫师 他要安慰你们 他要与你们同在 他常与你们同在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他要把 所要 告诉你的事情 让你想起来 神要对你说的话 你说圣灵重要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不可以 封闭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封闭我们的心 我们没有办法 接受这个祝福 这个应许 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 Amen 所以我们看到 当在约翰福音 刚才我们所念的 14章 16 17节 18节 26到27节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是 耶稣说的 他应许 付 求付 给我们圣灵 所以哪里有可能会变成邪灵 明白吗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 Delete掉 消除掉 然后接受 圣经的教导 真理 从一本圣经来的教导 我们都领受了 我们都知道 那些还没有领受的 我们需要看 看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 我们就会来得着 OK 然后圣灵的工作 我们要看 圣灵的工作 15章 26节 约拉布音 15章 26节 这个就是应验 圣经里面 就业里面所说的 你看 他们无故地恨我 但是到二十六节 但这个是讲主耶稣 上一句是讲到主耶稣 下一句二十六节 但我要重复那里 才保贵时来 就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所以耶稣完成了他的工作 他所面对的必泊 他所面对的苦害 他走上十字架 但是你们不会成为孤儿 我们信他的人 还有一个更大的应许 更大的祝福 就是要重复那边 才保贵时来 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 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 圣灵要应证 就好像今天早上 我跟你们分享的 关于这个圣灵 圣灵的工作 但是耶稣自己 圣灵自己要来印证 他就是那股能力 降临在那些 行求他的人的身上 所以重复那边 我们看见这个 这个真理的圣灵 来来到我们当中 是重复来的真理的圣灵 然后 遗憾文音16章7到13节 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 这个大题里面很清楚说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你和我 非常需要圣灵 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他有他的 结设 他有他要完成的工作 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话 这一部分 这一块 谁来做 我们还是情义 我们还是受捆绑 我们还是受瑕疵 我们还是limited 因为我们是有限制的 就为圣灵来 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 从7节到13节 16章7节开始 我从 圣灵的工作 从第7节开始 我将真 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 耶稣说 他圣灵是与你们有益 我若不去 宝贵师救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所以耶稣说他圣灵了之后 就会拆遣圣灵来 他寄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有些人你跟他讲他犯罪 他听不明白的 对不对 好像我们的儿女啊 不要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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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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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听不进去的 所以基督徒的父母 你知道你嘴巴讲他讲不进去的时候 你唯有祷告圣灵 有一天圣灵 打开他的灵灵 有一天圣灵 责备他的心 他从此以后不要 Enough is enough 是 很多青少年为什么他们的生命 被更新 被翻转 就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听过很多见证 都是圣灵 在做工的时候 人的生命才会办 所以你说我们不明白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一下来很半年 很半年 是他的父母也是基督徒 怎样欠 怎样辅导 都帮助不到这个人 你要辅导这个人 他也听不进去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间改变了 你知道是什么吗 圣灵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将荣耀 归给神 是圣灵在做工 可是圣灵做工的时候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的心就是精巧被打开 思想被 更新 突然间 改变了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必须要 明白 在圣经里面讲的 叫世人之罪 世界上的人 犯了很多罪 有些罪 他不认为是罪 圣经说 他不信 就是一个罪 圣经说 你伤害父母的心 你那个 担忧 也是罪 我们的孩子哪里会想到 我让父母担忧是罪 我都没有做错事情 但是父母伤心 就是罪来的 这个 这个是很 很抽象的 我们没有办法 用我们的理智去明白 圣经的要求 上帝的要求 然后圣灵会去做工 来感动我们的儿女 让他们知道 你这样子伤父母的心 是不对的 我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 以前我跟我的女儿讲真理的时候 他很爱耶稣 可是我跟他讲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服就是不服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我只有祷告 直到有一天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点 在什么人的 讲话当中 他有一天被圣灵开窍了 他知道 只要我不听父母的话 只要我跟他顶嘴 只要我让他上心 我就是有罪 后来有一天 他就跟我讲 妈咪 我不要 我不要再跟你顶嘴 我知道我需要honor你 我需要尊敬你 我需要听你的话 不然我就是犯罪 所以他就不再顶我了 他就在让我 我讲他什么 他有时候会要流泪 他也不要再顶我 他知道不可以的 因为圣经说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一段过程 圣灵做更新的工作 他叫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人不喜欢别人责备你 你喜欢你老婆责备你吗 你不喜欢 对不对 你老婆讲你这样这样 不对不对 你喜欢你丈夫责备了 哎呀你煮的这样 这样 哎呀就是这样 我喜欢这样 这样才好吃 但是有一天 有一天 他只要爱煮的 有一天他会 突然这样 哎呀我不要煮这样 你这样 哈利路亚 改变了 所以 自己责备自己 是圣灵 在人心 所以人不能够改变人 只有上帝 话语 上帝的圣灵 来感动我们这辈吗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神 不信上帝 不信上帝的话语 都是罪了 我们其实很多 很多我们其实 间接的 都有罪 我们自己都知道 就是等圣灵不断的来 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 唯一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了 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 受了审判 这个是圣灵 在我们的 与他同行的意图上 不断 不断 不断的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靠着圣灵 在我们圣灵里面 所做的工作 你说我们何等的 需要的圣灵 我们何等的 可护圣灵 Amen 这个是在16章 16章我们看7节到13节 然后我们现在要看另外一个大点 就是说 耶稣成为圣灵的施洗者 耶稣就是那位施洗者 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就是在 耶汉福音第1章 32-34节 耶稣说 你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那个 施洗者 有没有 然后耶汉福音20章 21-23节 耶汉福音20章 21-23节 其实原本是在耶汉福音我给的 是在耶汉福音20章 好像是一段 一一节而已 是吗 耶汉福音 耶汉福音20章 21-23节 原本有的在这里 在这里 OK 耶汉福音20章 21-23节 123456 第六段经文 耶汉福音20章 21-23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 而且你们说了的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你们受圣灵 这个是耶稣 要升天的时候 对门徒说的话 然后吹他们一口气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 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是有power的 不然我们哪里有那个 authority 哪里有那个全民 全民 耶稣吹一口气 在 门徒的身上 说你们受这一口气 你们 赦免谁的罪 谁就 赦免 被赦免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就 留下他们的罪 所以这个是 authority 全民 我们怎样得到这个全民 当圣灵吹一口气 在门徒的身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受了圣灵 我们是有 authority的 人 好像今天早上一个 说 他们有烦恼 很痛苦 所以他就跟我 交通了之后 我就说 鼓励他的话语了之后 他说他的心 突然间平安 不是当面 是用手机 这个是 authority 这个是属灵的权柄 我们甚至打的信息 讲的话 你讲什么话 释放出来 那个人就会突然间超自然的能力就展现 所以这个圣灵要运行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豹富的 在原文里面讲这个圣灵的能力 这个能力 在使徒新庄等下我们看那个能力的解释 OK 圣灵 在这边 耶和福音 20章21节 耶稣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说 这个是权柄 受了圣灵 你们受了圣灵 你们就得到权柄 所以这个圣灵带给我们的权柄 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 OK 所以我们要领受 要领受 这个是在耶和福音 然后耶和福音 刚才我们所念过的 耶稣就是那个 施洗者 圣灵 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看 现在我们看的第1章 明白了 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圣灵的施洗者 我们看 路加福音第3章 路加福音第3章 讲到耶和 他来的时候 他怎样宣告 耶稣来 要用 火和圣灵 帮我们施洗 有吗 路加福音第3章 16节 所以我们明白 对 所以我们明白了 第1点 刚才我讲的是 是上帝应许圣灵 他要赐给我们圣灵 他要去 然后圣灵会来 圣灵是保卫师 真理的灵 OK 然后圣灵的工作 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是 为 为义 为罪 为审判 OK 然后 谁能够施洗圣灵 主耶稣 所以不能够学的 耶和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 比我更大的要来 能力 更大的能力 更有能力的 比耶和 更有能力的 就是主耶稣 我就是给他 解学代也不配 他要用 圣灵以火 给你们施洗 圣灵以火 给我们所有的人施洗 圣灵是什么呢 圣灵是保卫师 真理的灵 耶稣将圣灵 支下给我们 火是什么呢 火是磨炼 苦炼 困难 火一灵到的时候 就烧尽 所有的一切 困难一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 也把我们所有不洁净的挪去 给你们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很骄傲 你知道这个人很骄傲 很爽胖 他们讲很爽胖 很骄傲的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病了几个月 怎样祷告 看医生吃药 看什么医生吃什么药 都不会好 三个月后你再遇到这个人 你认为他还会很骄傲吗 他讲话还会大声吗 会吗 不会 他一定整个人暖下来 被破碎了 骄傲不见了 就是神要用火来 烧尽 灭尽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 人家说 敬酒不喝喝 罚酒 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暖落 我们信了耶稣 圣灵会支配我们 要改变 要改变 我们再不改变的话 他就用火来帮你施洗 就让苦难临到你了 到有一天 你不变也得变了 你不爱耶稣 你不喜欢来教堂 你也得来教堂 不但礼拜天要来 祷告会也要来 因为上帝让火来跟你施洗 洗掉你生命里面 不洁净 不淘汰 许愿的 让你整个人剩下的就是 我只要耶稣 我什么都不要 有没有 明白吗 会清楚吗 所以 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的话 苦难 病痛 所有的事情临到你 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从魔鬼来的 不要赖魔鬼 很多时候我们讲 魔鬼 不是魔鬼 圣经有讲 耶稣要用圣灵 和火给我们施洗 其实两个来比较的话 我灵验 上帝先用圣灵来帮我施洗 然后圣灵来准备我 然后圣灵来 感动我进入真理 改变我的生命 给我能力 这个是比较美好一点 如果我没有圣灵 我弄弄弄弄 自己一直在黑暗里面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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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看到忍无可忍 要让火降临在你的身上 一场大火 一场病痛 一个苦难 一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好好的转回头 主啊我求告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火的施洗 是要洁净 圣灵 要充满我们 是当我们完全 倒空自己 向他认罪为改 献上自己 求圣灵 降临在我们身上 如果我们在罪孽里面 圣灵也不能够充满 因为他是神圣的灵 他是圣洁的灵 我们要谦卑的 认罪为改 求圣灵来充满 所以 耶稣来要用 圣灵 和火 跟我们施洗 好让我们整个人 不断的被改变 被更新 被洁净 然后我们成为 经经 经过火的焚烧 经过圣灵的磨焰 这一个人就不断 不断的被改变 有神的能量 所以我们看见 施洗者是圣灵 圣灵降临 在 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耶稣说他就是那位用圣灵来 为我们施洗的 刚才我们所 读的经文 那么我们看圣灵在初期教会的 焦灌 OK 圣灵的焦灌 使徒行传 第1章第4到第5节 也是在这段经文里 你们这下来一半就是讲到这 圣灵的焦灌 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 第1章第4到第5节 使徒行传第4章第1到第5节 我们看圣灵在初期教会的焦灌 那今天 还有没有焦灌 有 在很特殊的状况 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 圣灵会有焦灌 那圣灵焦灌有不同的 特征 有说是很强烈的 我们所看的初期教会是很强烈的 圣灵的焦灌 但是有时候圣灵的焦灌 触摸是很轻微的 像一阵风 或者一个感觉 整身很烧很烧很烧 我常常都会有 有时候我跟人家祷告 明明冷气很冷的 为什么里面很烧很热 有时候不介绍 是圣灵 有时候过了一阵子才感觉到 好像不在了 笑死了 我才介绍 原来不是这个 房间的问题 不是冷气的问题 也不是什么身体上的问题 是圣灵彰显 圣灵在那一刻彰显 使徒信状第 第四章第1节开始 耶稣和他们积极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里 耶稣和他们积极的时候 属妇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耶稣 钉十字架被埋葬 三天后复活 当耶稣复活的那一阵 耶稣要升天的时候 耶稣对着门徒说 叫他们要等候圣灵 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耶稣用水施洗 但不多只 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耶稣告诉门徒 要在他们等候 圣灵的洗 然后第5节 讲读完后第1到第4 第4到第5节 然后第8节 第8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 耶路撒冷 犹太前帝 和撒玛利亚 知道地基做我的见证 所以圣灵降临 的时候会有一股的能力 那你说 圣灵降临 会有一股的能力 当我感受得到那个能力的时候 我知道圣灵降临在我身上 那我有时候 没有感受的时候 圣灵有没有在 有 他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 但是有时候他要 好像你的手机这样 你的手机有电的时候 他没有一直在想 对不对 他是在那边 可是他是在操作 当他没有电的时候 他是完全 死掉了那个手机 你要去插电 插电有电了之后 他随时会有操作 对不对 其实圣灵随时都在我们身上 但是有时候我们感受到 没有圣灵好像没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要去插电 插电的时候 我们就要等候 我每天要插电了 我每天需要一段时间 等候神 等候祷告 赞美敬拜 用方言 我感受到圣灵彰显 在我的身上 他降临 所以这个能力在原文里面 Dy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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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爆炸性的能力 他的形容是 这个原文里面 能力 是爆炸性 好像炸弹 这样下来的时候 所以 当使徒行 第1章第8节 耶稣讲这一句话 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 就必得着能力 所以他要给那些门徒能力 然后要做见证 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做见证 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做见证 没有果效 没有能力 是因为没有圣灵的运行 圣灵的能力 将你能够感动人 为 罪 悔改 你看吗 所以圣灵感动人 圣灵让人看见 他们需要诀耶稣 所以我们必须得着这个上头来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OK 圣灵的彰显第2章第1到第4节 我们再看第2章第1到第4节 也是你那章子也是有 第2章 第1到第4节 五旬节到了 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他们庆祝节日的 五旬节到了 就是他们的这个丰收节 过了之后 五十天 到了他们门徒都 记记在一起 然后 第2节 突然 从天上有响生下来 这个是使徒心壮士 记载历史当初 当时 初期教会的情形 天上有响生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所做的屋子 然后又有舌头 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 这个是怎样的情况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他是 路加医生 写 路加医生 写这个使徒形状的 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字迹来形容 如火焰降下 如火焰降下在个人的身上 然后他们就开始 说出方言来 他们都被第4节 没有打第4节 那张纸里面有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持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 所以 圣灵充满的一个特征 是有这个能力降临 这个能力降临 让我们能够说出别国的话 不一样的语言 就好像你 你怎么知道你今天上风感冒 你开始 然后 这个人上风感冒 你怎样知道你发烧 你的身体超烧的 不对劲的 你怎样知道一个人生病了 没有胃火吃 他在床上 没有力 他不可能讲 妈咪我生病 我不想去上学 等下妈咪出去上班了 他快点换衣服去街上跑 他没有 他没有生病 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特征 有两样 圣灵充满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他有一股的能力 很奇妙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那么另外一个 是 说方言 这个是圣灵充满 得着的能力 然后接着这两个慢慢 产生出来的 耶稣说是 果子 圣灵的果子 忍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恥良善 信誓温柔节制 所以圣灵充满很重要 都有这个彰显 我们的生命不断的 很喜乐 奇怪很有问题 很多困难 很多问题在医院里面还是 很喜乐 很平安 因为这个圣灵在你里面的能力 喜乐是一股能力 你知道吗 会笑也是一股能力 会哭也是一股能力 你不然我叫你现在哭 看你哭得出来 因为是从里面的 里面出来的东西 这个外面彰显出来 以前我们没有信主 我们以为那个人笑那个人哭是很普通的 其实是一股能力从里面出来了 所以这个圣灵给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说起方言 一个特征 OK 圣灵充满的特征 圣灵交换 最后怎样求圣灵 OK 你们使徒新传第2章38节 圣灵的交换 使徒新传 这个是讲的 OK 还有一个加多一个经文有吗 我没有给你的 之前 第3章38到41节 我们看 圣灵交换的时候 然后 第3章38节 黑吗 还是第2章 不是第2章 是第2章 看第2章38节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们要求圣灵交换 你们个人要回改 你们个人要回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得罪得色 就必领受 所赐的圣灵 就会得着 OK 然后到41节 39节 你们的圣经里面也有记载 所以你们相信 你们要认罪悔改 然后你们就会得着圣灵 39节 有吗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 OK 是给我们的 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 所招来的人 所有 奉耶稣基督的名得救的人 主所招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主招来的 OK 彼得还用许多话 作见证 欠他们说 你们当就自己 脱离这 万起的世代 现在的社会 因为现在的世界是越来越恐怖 越来越可怕 可是当我们有主耶稣 我们有圣灵的时候 我们有能力 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有能力 过这个充满罪恶 歪弃的世代 OK 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 于是 领受他的话的人 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增添了3000人 这个是圣灵彰显的时候 能力流露的时候 OK 最后我们看如何 求圣灵 我们 不加福音第11章13节 你们的子里面也是有 你们的子里面有 不加福音第11章13节 你们虽然不好 谈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其不更将圣灵 赐给他 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多少个如果我们求圣灵 我们要相信 圣经说 你要跟谁求 向天父求 天父我求你 赐给我圣灵 你天天带着平静的心 然后向主认罪 去回答说 天父我求你赐给我圣灵 我听了 我明白了你的应许是给我的 我在这个怀起的时代 充满罪恶的时代 我和我的儿女 我们一家人 我的孩子们 都需要被圣灵 我天天都祷告 天天都祷告 求主打开天窗 让你的圣灵 交换在我的家庭 在美里 在撒巴撒罗业 在马来西亚 宗教会 圣灵充满他们 交换他们 我们可以求 我们向天父求 当圣灵交换在我们儿女的身上 他们会为罪悔改 他们会 会让圣灵引导他们进入真理 会让圣灵赐给他们能力 获得圣的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 圣经应许我们说 当我们向天父求的时候 其不更加 圣灵赐给他 求的人吗 OK 所以我们要向天父求 然后我们相信 我们会得着 最后在24章48节 45到48节 路加福音 24章 45到48节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不在意我讲的 不在意你听的 在意 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 我们跟他求说 耶稣你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 你所教导我们的 又对他们说 照圣经上所记得 基督必须 必须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护活 并且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 设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制 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耶稣的心意 要将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知道你们零售从上头来的 能力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 得色的基督徒 我们要成为蒙福的基督徒 我们要成为为主发光 有神的荣耀的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有上头来的能力 过城市的生活 不是靠自己的 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很美 你看到那些美的 中国美 不要讲男人会被吸引 我也会被吸引 中国会有生到这么美的 中国他们会这么漂亮的 难怪我们 那些男人很容易被吸引 美的东西 你看到花很美 你都会被吸引 你看到一座的美式 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 你也会被吸引 我今天吃 我明天才进食 没有圣灵 没有人能够获得圣的基督徒生 最重要的一点 没有圣灵 在幕后 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最后那一刻 是什么 能够把你的灵魂 带出来 引到天国去 你去查考圣经 是圣灵 你看耶稣死的那个经文 我今天没有预备 耶稣死了之后 圣灵 把耶稣 从死里护活 那一股上头来的能力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从耶稣基督 使耶稣基督从死里护活的 是圣灵 我们每一个人说 耶稣死后 复活 我们也必复活 我们是要怎样复活 你有一天 如果我们真的离开这个世界 死了 我们怎样复活 问自己这个问题 是圣灵的能力 使我们 死里复活 圣天 进入永恒的 火山的 所以 今天我们求 耶稣基督 开窍 让我明白圣经 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靠着圣灵 最后 耶和福音7章38到39节 这个之前我有给你们 应该放在上面 是在上面 因为 我放在上面 耶和福音7章 对第3段经文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那在主里面 第3段经文 这张主里面第3段经文 来 123 7章38节 信我的人 我们是不是信祂的人 是 我们是很信祂的 我们是很爱祂的人 信我的人 就如经善所记 从祂腹中 要活出 流出 活水的江河 不是一滴两滴的水 不是吸水 是活水的江河 是不断地涌流 涌流 涌流的 你要有这样的经历吗 我要 我还流到不够 我觉得 我希望活水的江河 从我生命涌流出来 都是丰盛的 都是得着一切的丰盛 活水的江河 不断地从我们 腹中涌流出来 是祝福的 是上帝的应许 要成就在我们生命的 明白吗 耶稣说这话是执着 信祂的人 要受圣灵 说的 这个活水的江河 就是圣灵 在我们里面 要流出来 Amen 让我们闭上眼睛 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天父我们谢谢祢 因为圣灵是从祢来的 祢应许 赐下圣灵 让我们能够每个人都得着能力 为主做见证 从我们腹中要涌流出 活水的江河 主啊我们谢谢祢 主啊我们献上感恩 求主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明白圣经上所说的 主啊谢谢祢 让祢的应许彰显在这班弟兄姐妹的身上 让他们得着圣灵的应许 圣灵的能力 降临在我们儿女 降临在我们的家庭 降临在众教会 所有可慕你的人 行求你的人 向你求的都要得着 得着圣灵的能力 得着丰盛的生命 得着上帝所应许 一切的祝福 谢谢你 阿爸天父 与我们同在 赐福给这班弟兄姐妹 赐给他们 健康 有平安 有喜乐 愿你的爱 充满他们的心 主啊祝福他们 夫妻恩爱 祝福他们的儿女 孝敬父母 主啊祝福他们的儿女 有聪明 有智慧 有能力 谢谢主 哦主啊 让我们每个人 让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 我们美丽诚 众教会 都有敬畏 耶和华的心 哦有圣灵的教会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带领 谢谢主 与我们同在 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求 Amen